2022年7月22日晚 在位于山西旅梁 效益市的山西鹏飞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鹏飞集团 总裁郑鹏办公室内 山西鹏宝集团交化有限公司 下称鹏宝交化 得法务总监尤海清和郑鹏 反复商讨着引资付款细节 尤海清向记者回忆 郑鹏当时提出 支付15亿元 即可变更转让的30%股权 他坚持应支付完成30%股权的 全额对价款34.29亿元 双方一时争执不下 鹏宝交化副总裁韩长明 还曾把游海清叫出去嘱咐 不要把事情搞砸了 此次引资 拉开了延续至今的 山西晋柳能源有限公司 下称晋柳能源 股权争夺战序目 晋柳能源下属9座煤矿 其中6座位于屡粮市柳林县 均为稀缺的优质主胶煤 批复产能810万吨每年 可财处量约3.2亿吨 山西一位煤炭市场分析师表示 柳林为全国罕见的主胶煤产区 其煤种品质 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好的 煤化度较高 结胶性好 主要用于电钢 今年价格持续高位震荡 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 这些黑金 元属富甲一方的 山西连胜能源有限公司 下称连胜能源 其掌门人邢利斌 曾持有柳林县一半以上的煤矿资源 2023年1月 邢利斌去世 身后的煤矿遗产 仍引来三首富斗法 能够实控禁柳能源的煤矿资产 对任何一家民营企业 都将是以此飞跃 为布局上游煤矿资源 以煤焦化工为主导产业 又长治首富之称的 山西路宝集团董事长韩长安 联合集起煤 焦化 电钢于一体的邯郸首富 河北浦阳钢铁有限公司 下称浦阳钢铁 董事长郭恩元 摘下禁柳能源 引进战略投资人标的 之后又引入悄然崛起的 山西首富彭飞集团正彭 然而短短一年多时间 三方从强强联手 并带持股权 到新生嫌弃 在对部公堂 上演了以公司治理和 诉讼为名的明争暗斗 连胜一手 自山西西部城市 吕良再向西行 临近黄河东岸 便是近闪交界处的柳林县 这里因盛产稀缺的 优质主焦美而闻名 从县城南站车行 不过十分钟 就到了进柳能源公司 尽管已更名 紧邻的连胜商务酒店 还提示着昔日的荣光 上世纪90年代 行立宾自山西大学 法律系毕业 回到家乡旅粮 做起煤炭生意 搭乘煤价上涨的快车 它组建的连胜能源 急速扩张 仅在柳林 就有14座煤矿 随后又收购了 旅粮两大煤企 在大局并购煤矿项目的同时 连胜能源 还向下游交化厂 发电厂和水泥厂延伸 进而投资教育 据当时媒体报道 煤炭繁荣时代 林胜集团曾手握 柳林全线一半以上煤矿资源 至少贡献了 现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而彼时 柳林位列山西省 财政收入第二强线 行立宾则已超过 40亿元的个人财富 先后于2007年和2008年 两度登上 胡润中国能源富豪榜前十 在2013年度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 排底336位 伴随煤炭市场下行 短容长头的连胜集团 由盛转衰 资金链断裂 2013年 柳林县法院受理 连胜集团债务重整申请 行立宾也于一年三月 被警方带走 此后 包括山西省委员常委 秘书长聂春玉在内的多名 曾见证 铝莲黑金十年发展的官商 接连被查 2017年8月 晋柳能源注册成立 承接原连胜集团 32家破产重整企业的 全部股权和负债 历时近三年 重整计划才告完成 引战随之提上日程 李柳矿区是全国 最大的优质主胶煤激励 具有其他地区 不可比拟的煤炭资源优势 2020年12月 晋柳能源发布的 招募和临选投资人公告显示 晋柳能源地处 河东煤田中部 李柳矿区腹地的柳林县 其全资控股九队矿井 均为优质主胶煤 批股产能810万吨每年 保有储量约5.8亿吨 可采储量约3.2亿吨 并持有晋商银行部分股权 等长期股权投资资产 业务还覆盖农业生态文化园 海南房地产等板块 晋柳能源持有的罕见煤炭资源 成为各家争夺的焦点 曾吸引了近十加 国内大型煤炭资源类 焦炭 钢铁等企业参与投标 竞标企业先给出非约数性报价 获得投标资格的企业 需缴缴5000万元乘一金 再进行约束性报价 竞价高者再缴纳3亿元投资一项金 煤炭紧俏时 焦化企业需要排队 甚至高价购买原煤 参股煤矿可解决上游原料问题 韩长明对记者说 陆宝集团根治于近东南的长治 紫村办小厂 起步发展到煤化工龙头企业 由韩氏兄弟执掌 多年蝉联全省民营企业5强 和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自尽柳能源引战公告发布 陆宝集团以陆宝焦化参与镜头 考虑到交易总价超百亿元 陆宝焦化引入浦阳钢铁 组成收购联合体 浦阳钢铁有现年75岁的官员 于1992年创立 逐步由冶金铸造发展到洗煤 焦化炼钢等领域 连续17年躋身中国企业500强 2022年1月 陆宝焦化与浦阳钢铁签订合作协议 成立山西浦阳陆宝焦煤有限公司 下称浦阳陆宝 以收购禁流能源 在浦阳陆宝的股权结构中 浦阳钢铁控股51% 陆宝焦化占47% 韩长明实际控制的 奇畅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下称奇畅公司占2% 韩长明告诉记者 开标前天晚上 桌牌显示有三家收购体竞标 但开标时仅剩下两家 最终 陆宝焦化与浦阳钢铁联合体 按照禁流能源100%股权 149亿元的价格获选 远超第二名 山西近城钢铁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与中矿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体的 125亿元报价 7月20日 浸流能源股东 与浦阳路宝公司 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出让浸流能源 68.3987%股权 按照协议 签约后三个工作日内 收购方需支付股权对价的90% 在首期款支付后的 3至5个工作日内 完成交割 并支付尾款及过度期损益 截至2022年6月30日 浸流能源过度期损益为6.8亿元 于气缴纳 将面临交易总价10%的违约金 加上此前3亿元投资一项金 违约成本约合13.6亿元 路宝交话 原本希望10日内付款 为此与引战工作小组商谈的一整日 也无法动摇这一要求 而这一笔资金交付上的缺口 也为之后的黑金之争埋下伏笔 引入第三方 于浸流能源正式签约前两三日 韩长安委派韩长明副效益 与郑鹏会谈 希望引进彭飞集团作为第三方 路宝方面提供的情况说明显示 彼时因替一家合作公司 代为偿还了数十亿元贷款 对方未能到期还款 使得路宝交话 在支付浸流能源股权对价款 时差了15亿元 韩长安告诉记者 一名时任旅粮士领导提出 路宝交话和浦阳钢铁主业 分别为交话和钢铁 建议引进熟悉煤矿管理的 彭飞集团参股做好安全生产 资金缺口加之领导打招呼 路宝交话找到了彭飞集团 在此之前的7月14日 收到浸流能源签约通知后 郭文元韩长安等协商签约相关事宜 并形成浦阳路宝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 下称临时会议纪要 讨论收购浸流能源可能存在的政策风险 市场风险地方政府风险 并在结尾处写到同意第三方参股 这份文件显示 浦阳钢铁由董事长官员等四人出席并签字 路宝交话与会名单列有韩长安 韩长明等五人 仅有韩长安签名 为著名其上公司是否参加 也无三方股东盖章确认 郭文元韩长安 郑鹏 在与彭飞集团的谈判中 路宝方面出示了该份临时会议纪要 以证明浦阳钢铁一同意引进第三方 韩长明表示 路宝交话仅希望出让其持有的浦阳路宝10%股份 但彭飞集团认为自己要承担煤矿生产安全责任 做小股东不合适 执意要求占股30% 韩长明透露 路宝交话曾希望以借款协议呈现 提出若在规定实现内无法变更股权 则将彭飞集团的投资资金视为借款 与其按贷款市场利率的四倍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但被正鹏否决 他说我要利息干嘛 我要股权 目标相当明确 就是收购30%股权 彭飞集团参与谈判的副总裁李扬 反复向记者表示 彭飞集团目标是 浦阳路宝的股权 并未考虑过给路宝交话借款或者投融资 他透露 彭飞集团曾作为暗标 参与禁柳能源引战竞竹 后因价格过高而退出 有海青表示 谈判期间 双方在股权变更的支付金额上激烈争论 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当时禁柳能源远拟出让73.3687股权 彭飞方面支付完浦阳路宝 30%股权的全额对价34.29亿元后 路宝交话再将手中的30%股权 转归彭飞方面 或仅转让支付资金对应的股权份额 彭飞方面则提出 支付15亿元即可变更 争执持续到7月22日周五23时左右 距离7月25日的首期款交付实现 仅剩一个双休日 韩长明认为 郑总不会欠钱不给的 双方遂妥协 彭飞方面在支付25亿元后 即享有股权 当晚 路宝交话作为甲方 与一方彭飞集团旗下 效益式彭飞新能源有限公司 下称彭飞新能源 签订战略投资合作协议 下称战投协议 一方受让甲方持有的 浦阳路宝公司30%股权 甲方也可协调其他股东同意后 共同向一方出让30%股权 甲方承诺 按协议约定协调浦阳钢铁 和其上公司与本协议签订后 书免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根据战投协议 此次股权转让价为34.29亿元 为零溢价 其中15亿元于7月25日12时前 由彭飞新能源向浦阳路宝支付 即补其路宝交化 入股进流能源款项的不足 剩余款项在75日内支付给路宝交化 在彭飞新能源支付至25亿元时 且进流能源相应股权变更至 浦阳路宝名下10日内 路宝交化组织召开浦阳路宝股东会 并形成同意变更股东的决议 郑鹏还提出 要再签订代持协议与一致行动协议 战投协议 以相应条款呈现 在未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前 由甲方代持交易股权 进流能源共计13个董事席位 浦阳路宝享有10个 其中5个 由甲与双方共同拥有 路宝交化2个 彭飞新能源3个 双方委派董事 以一致行动人在进流能源董事会履职 在处理有关经营发展 需由公司股东会董事会 做出决议的事项 及相关重大决议时 甲方与乙方保持一致行动 甲方委托乙方 行使相关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决策权 这两份协议意味着 路宝交化在出让其持有的 浦阳路宝30%股权的同时 也在进流能源决策时 需与彭飞新能源保持一致行动 而彭飞新能源 成为浦阳路宝的隐名股东 实际控制的进流能源董事会席位 足以与浦阳钢铁抗衡 浦阳路宝的公司章程 对股权转让规定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应书面通知其他股东 征求过半数同意 若同意转让 在同等条件下 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 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股权 不购买的 是为同意转让 韩长明表示 路宝集团与彭飞集团接触 起初目的仅为融资 且同时接触了多名投资人 当时并未明确告知 土阳钢铁要引进的具体第三方 而一致行动条款 是迫于资金交付实现而签订的 等于剥夺了其他股东的权利 他们彭飞集团表现得非常强势 李扬则称 代持条款是考虑到后期股权 万一无法变更而设置的 路宝交化不懂煤矿管理 为方便日常工作时统一意见 路宝交化应与彭飞锡能源 在煤矿管理上保持一致行动 7月25日 彭飞锡能源如约支付15亿元 赋言为收购浦阳路宝股权并购 禁流股权投资款 一日 工商变更显示 浦阳路宝已变更为禁流能源大股东 实际受量68.3987股权 完成交割后的8月初 路宝集团的韩长安 与浦阳钢铁的郭安员到校尔 与彭飞集团的正鹏三方老大会谈 实际上 这并非浦阳钢铁与彭飞集团的首次会面 李扬透露 7月30日 彭飞集团已通过其他中间人与郭安员会面 并告知对方 彭飞锡能源已与陆宝交化 签署进入浦阳路宝的战头协议 此次三方会晤 各方已是各有小九九 不可能我忙活半天 陆宝只占17%的股 韩长安告诉记者 他原本设想 浦阳钢铁与陆宝交化 均向彭飞锡能源转让浦阳路宝少部分股权 形成浦阳钢铁控股40% 陆宝交化与彭飞锡能源分别持有30%的格局 他与官员商量 后者表示等半年到一年在意 若按照韩长安这一设想 根据战头协议约定的一致行动条款 陆宝交化与彭飞锡能源合并持有60% 将替代浦阳钢铁 成为浦阳路宝及浸阳能源的实际控制 协商没有明确结果 浸阳能源尚未召开董事会 相关罕见显示 8月13日彭飞锡能源便开始着手支付 第二笔转让款10亿元 陆宝交化以指定账户 被法院冻结为由 要求暂缓支付 按照战头协议约定 这笔款项若完成支付 陆宝交化 基因组织召开浦阳路宝股东会 形成同意彭飞锡能源持股30%的决议 李扬担心 透过战头协议约定的75日 造成合同无法形成 也担心陆宝交化将持有的浦阳路宝股权质押 随于8月15日 向彭飞锡能源的注册地 效益市法院申请对交易股权速简保全 同日 效益法院做出裁决 冻结了陆宝交化持有的这部分浦阳路宝30%股权 此时 距离签订战头协议仅过去了22天 陆宝方面马上做出反应 8月17日 韩长明时空的其商公司向陆宝交化发函 表明在同等条件下 对交易股权主张优先购买权 与此同时 陆宝交化也对上述法院裁决申请负义 称双方处于沟通协调中 争议股权未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故 但被驳回 陆宝方面解释说 当时陆宝交化为其他公司担保 造成了银行账户冻结 加之上位与浦阳钢铁协商下来 便以账户冻结为由 请求彭飞锡能源暂缓支付 其后 法院查明了一份8月20日微信截图显示 韩长安向正鹏表示 因有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 占投协议 暂无法实际履行 故贵方应暂停继续转账相关款项 股权冻结后 双方曾在中间人的撮合下 商议重新拟定转让股权份额等和解方案 但均未能达成一致 9月6日 彭飞锡能源将第二笔股权转让款10亿元 提存于校议市公正处 两天后 到校议法院对陆宝交化提起合同纠纷诉讼 股东间的嫌隙 与彭飞锡能源对付公堂的同时 陆宝交化与合作伙伴浦阳钢铁也心生嫌弃 三方争执围绕禁流能源的人事任命 亦是缠斗在一起 在校议法院冻结争议股权的同日 2022年8月15日 禁流能源曾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选举官员 韩长明等13人为禁流能源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包括根据战投协议 以陆宝交化名义 是由彭飞锡能源方面委派的三名董事 其后 陆宝集团与彭飞集团合作破裂 为阻击彭飞锡能源 8月24日 陆宝交化向浦阳陆宝发函 要求暂停禁流能源董事会成员变更登记 并尽快召开股东会 董事会实施更换上述三名董事的表决程序 但随后召开的董事会并未做出相应变更 韩长明认为 当时浦阳钢铁与彭飞锡能源处于蜜月期 如果浦阳钢铁配合更换也走不到今天 李扬则称 浦阳钢铁已看到占投协议 合同有效 无法更换董事 浦阳钢铁的赵普 华明 表示 郭文元曾在会上表达过 希望禁流项目能够在三方共同经营下 尽快回本 盈利 一开始试图在双方间调和 发现无法调和后 便暂且维持现状 不管怎样 陆宝交化与浦阳钢铁不信任的导火索 已经点燃 与此同时发生的禁流能源人事任免 进一步加剧了合作联合体肩的矛盾 根据陆宝交化与浦阳钢铁间的合作协议 浦阳陆宝设一名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兼任法定代表人 由浦阳钢铁指派 其同时担任禁流能源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 浦阳陆宝和禁流能源的财务总监 则由陆宝交化委派 浦阳陆宝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 由浦阳钢铁方面委派的高文采担任 陆宝方面表示 陆宝交化占浦阳陆宝47%股份 韩长明实控的奇畅公司占股2% 可视为陆宝方面持股49% 应在禁流能源董事长 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等职位上分得一席之地 考虑到引战主体工作 由陆宝交化承担 韩长安或可担任董事长一职 禁流能源下设两名副董事长 韩长明可出任副董事长 李杨则认为 彭飞信能源你持股30% 副董事长应由彭飞人员担任 最终8月22日和26日的 两次禁流能源董事会表决通过 由郭文元担任禁流能源董事长 兼法定代表人 高文采为副董事长 及分管人士 法务的副总经理 刘立峰为总经理 三人军为浦阳钢铁指派人员 陆宝交化方面 韩长明为副总经理 分管物资采工 产品销售 赵采丰任财务总监 彭飞信能源委派的一名董事 任总经理助理 禁流能源另一名副董事长席位 暂时空缺 三方之间的嫌隙 在增购禁流能源时再度加深 2022年10月 禁流能源你再次出让股权 经过此次受让 浦阳陆宝持有禁流能源的股权 将增至80.5613% 由于代表小股东的董事退出 禁流能源董事会席位 缩减为11个 浦阳陆宝公司分别像 浦阳钢铁 陆宝交化 彭飞信能源及其畅公司发出通知 四者均同意受让 其中 陆宝交化因按其占股47% 承担8.96亿元转让款 支付实现为11月4日 但11月7日的往来罕见显示 陆宝交化延期至当日仍未支付 浦阳钢铁及其畅公司已缴付 之后 浦阳陆宝迅速转向彭飞信能源筹资 11月8日 浦阳钢铁向陆宝交化 彭飞信能源出具加盖公章 但没有签名的情况说明 表示对赞投协议不持异议 亦不主张优先购买权 李扬还提供了一份浦阳钢铁 向彭飞信能源出具的 关于与效益是彭飞信能源有限公司 京城合作的函 下称京城合作函 这份仅有官员签字 未盖公章的函件形成于8月初 表示同意彭飞信能源依照 战投协议 行使委派董事 参与目标公司经营管理 表决目标公司经营决策事项 分取红利等相关股东权益 11月9日 浦阳陆宝向彭飞信能源发出通知 表示按照战投协议 彭飞信能源应承担 30%股权对应的 5.68亿元转让款 并带陆宝交化 垫付后者17%股权款项 垫付资金可从战投协议 约定的应付陆宝交化 股权转让价款中抵消 若不能抵消 承诺从陆宝交化 在浦阳陆宝应得分红款中 优先代扣 对此安排 三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各有说法 陆宝交化的韩长明表示 陆宝交化与彭飞信能源 已有诉讼纠纷 不曾考虑由彭飞信能源出资 筹钱过程中 未经其同意 浦阳陆宝与彭飞信能源 便替陆宝交化 做了垫付行为 彭飞集团的李扬解释道 当时彭飞信能源 已和陆宝交化 形成对立局面 收购听从浦阳钢铁主导 同时需通过情况说明 等书面文件明确相关事项 浦阳钢铁的赵普则告诉记者 浦阳陆宝向彭飞信能源筹资 是为了及时交付 避免违约金 一连串事件将陆宝交化 对浦阳钢铁的不满 推到顶点 并在12月13日爆发 当日下午 身为陆宝集团董事长的 韩长安到晋柳能源 打算召开安全生产动员会 浦阳钢铁派驻董事认为 有并未在晋柳能源任职的 韩长安召开会议不合规程 没有派人参加 李扬则认为 根据战头协议 应由彭飞信能源 行使陆宝交化的决策权 要开会也是我组织 在记者获得的会议录音中 韩长安在会上称 晋柳能源被接管后 发生了两次安全生产事故 经理层管理随心所欲 部分合同仅概行政章及执行 招标工作也不规范 一些广告牌 原本可在柳林当地制作 但招标到浦阳钢铁所在地的 河北邯郸武安市 舍近求远的同时 成本还增加了 他还提到了 海南房地产项目人员 任命上的双方摩擦 称管理层无故把社会人员 派去当董事长 三回后不久 陆宝交化人员称 发现印章丢失并报警 陆宝交化提供的报案材料显示 接手晋柳能源后 浦阳钢铁和陆宝交化 共同派人接收了 18枚合同章和一枚部门章 12月13日晚70许 陆宝交化派主员工张鹏发现 原本存放于晋柳能源 法务部保险柜内的 上述印章丢失 当即报警 经调查 工张由浦阳钢铁派驻的财务人员 使用应急钥匙 打开保险柜并取走 记者获得的一份 晋柳能源印章移交接表显示 这19枚印章的接收单位接收人 及负责人两栏有张鹏签字 接收单位分管领导 由浦阳钢铁人员签字 陆宝交化认为 印章交接时 行政章由浦阳钢铁管理 财务章 法人民章 及合同章 由陆宝交化管理 浦阳钢铁则声称 暗设印章 由双方共同保管 且印章仅从法务部 转移到财务部 并未离开晋柳能源办公楼 至此 三手附间的矛盾已公开化 陆宝交化出局 感觉很憋屈 先后引狼入室 陆宝交化人士所说的狼 指的是浦阳钢铁 和彭飞新能源 印章事件后的第四天 2022年12月17日 韩长明时空的奇畅公司 向长治市陆城区法院 对彭飞新能源 和陆宝交化提起诉讼 称陆宝交化 与彭飞新能源的股权转让 并未取得奇畅公司的同意 故未取得其他股东过半数的同意 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奇畅公司同时主张 对交易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之后 陆宝交化 起诉浦阳钢铁的联营合同纠纷案 也于2023年1月初 在柳林县法院立案 陆宝交化称 浦阳钢铁利用其持有 浦阳陆宝51%股权的地位 实际操控了禁柳能源 日常经营管理 截至起诉时 浦阳钢铁在禁柳能源的经营决策 印章保管 人员更换 对外招标等多方面 存在严重违约情形 请求解除双方的合作协议 陆宝交化称 此举是为了解散 浦阳陆宝这一平台公司 将持有的股权 直接穿透至禁柳能源 并行使股东权利 法律武器尚未发挥作用 陆宝交化已从禁柳能源出局 2023年1月4日 陆宝交化向浦阳钢铁发出意涵 针对的是禁柳能源 即将召开的董事会会议 及相关人事议案 你提名梁冬渊为副董事长 将此前陆宝交化指派的 副总经理韩长明 财务总监赵采凤 更换为彭飞新能源提名人员 梁冬渊是以陆宝交化名义 实际由彭飞新能源 向禁柳能源派驻的 三名董事之一 意涵称 韩长明等二人刻进职守 未发生任何免职室油 战投协议 仅为框架性异项协议 截至发函日 双方为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 彭飞新能源实际未登记为 浦阳陆宝的股东 陆宝交化 仍系持有浦阳陆宝 47%股权的合法股东 彭飞新能源无权直接 或间接参与 浸流能源的经营管理 及高管提名 这份意涵未能改变事态走向 两天后的1月6日 浸流能源召开董事会 表决通过梁冬渊 担任浸流能源副董事长 聘任王富存 李慧勇分别为浸流能源 供销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 同时解聘韩长明 赵采凤的职务 王富存和李慧勇 均来自彭飞集团 解聘原因或已难以考证 李扬的说法是 自2022年12月印章事件后 浸流能源的供销 财务走账等 因陆宝交化拒绝盖章而停滞 不过由浦阳钢铁派驻的 浸流能源总经理刘立峰 则对记者表示 印章由浦阳钢铁和陆宝交化 双方共同管理 虽有互相刁难 但大部分时候能做下来协商 盖章 对日常经营影响有限 韩长明则认为 是以陆宝交化名义 带彭飞新能源派驻的 梁冬渊等三名董事起了作用 操纵召开了此次董事会 董事会结束后 多名身着军绿色服装的人士 出现在浸流能源 陆宝交化指称 彭飞新能源派驻上百人 封锁楼道门和安全消防门 限制陆宝交化派驻工作人员 的人身自由 并限期24小时撤离 之后又到财务总监办公室 撬开保险柜 抢夺各类印章176枚和财务账本 陆宝交化出示了 事发现场的音视频资料 身为彭飞集团副总裁的李扬 带队处理这场纠纷 他乘是执行浸流能源董事会决议 彭飞新能源已握有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职位 理应接管相应业务 而根据战头协议 陆宝交化应与彭飞新能源 保持一致行动 我在这地方你就得走 在李扬的叙述中 陆宝交化不肯交接印章 报警后 在公安的设项监督下 打开保险柜 取出印章并登记在册 双方将持至1月7日凌晨6时许 韩长安表示 当时临近山西省两会 为避免事态扩大 陆宝交化派主员工 撤出禁流能源 公开资料显示 2023年山西省两会 于1月11日召开 韩长安为9至12届 全国人大代表 也是13届山西省政协常委 之后 齐畅公司出乎意料地 撤回了20多天前 对彭飞新能源和陆宝交化的起诉 韩长明解释 齐畅公司撤诉原因有二 其一 郑鹏提出溢价5000万元 收购齐畅公司持有的 浦阳陆宝公司2%股权 陆宝交化已出局 齐畅公司也不必保留 欺销股权 其二 陆宝交化同意向 齐畅公司受让争议股权 第二个30% 陆宝交化离场的同日 浦阳钢铁也将持有的 浦阳陆宝部分股权和经营权 转给彭飞新能源 这同样未经浦阳陆宝股东会表决 陆宝交化表示 当时对此并不窒息 浦阳钢铁与彭飞新能源 2023年1月7日签订的 股权转让习义书显示 浦阳钢铁将其持有的浦阳陆宝 30%股权零亿价 转让给彭飞新能源 对价为37.65亿元 其中11元于1月31日前支付 余款在4月30日前付清 受让方及彭飞新能源 全部付款完毕后 合同生效 之后 转让方及浦阳钢铁 配合受让方召开股东会 董事会将禁流能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总经理 变更为彭飞新能源人员 同时将由彭飞新能源 指定人员担任 原属浦阳钢铁的 五个董事席位中的三个 该笔转让股权 赞由浦阳钢铁代持 双方另行签订了 股权代持习书 两份文件均由高文采签名 并加盖浦阳钢铁公章 此外 郭文元还亲自授权 以陆宝交化名义 是由彭飞新能源委派的 董事梁东渊 代行董事长 及法定代表人执权 浦阳钢铁为何要将股权 和控制权拱手相让 综合多名 浦阳钢铁高管的说法 由于和陆宝交化合作出现分歧 与禁流能源老员工也有矛盾 加之郭文元身体欠佳 随蒙声退役 但该公司多名高管 均不赞成此次转让 记者多次联系郭文元 截至发稿仍未获答复 李扬表示 公安员原打算 出让浦阳钢铁持有的全部股权 但彭飞集团资金不足 商议先转让30% 并授权彭飞新能源方 行使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执权 考虑到可能无法工商变更 便签署了代持条款 彭飞新能源与陆宝交化的战头协议 再加上彭飞新能源与浦阳钢铁 股权转让协议书 及股权代持协议书的签订 彭飞新能源与陆宝交化 保持一致行动 则形成陆宝彭飞联合体 与浦阳钢铁分别占股 77%与21%的局面 若浦阳钢铁借利彭飞新能源 则形成浦阳彭飞联合体 与陆宝交化 分别占股81%与17%的局面 而彭飞新能源自身持有的股权 穿透至浸流能源后 已近50% 在浸流能源董事会的11个席位 实际掌控8个 并占据浸流能源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总经理等关键职位 已握有浸流能源的实际控制权 彭飞新能源从隐身幕后 逐步走上前台 2023年1月13日 郑彭统李扬 还专程至柳林县委县政府拜访座谈 这1月底 彭飞新能源如约向浦阳钢铁 支付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10亿元 着手对浸流能源进行了密集的人员调换 煤业 行政 供销 内控等副总经理 均更换为彭飞新能源人员 其中 浸流能源旗下两个主体公司 吉山西连胜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下称连胜能头 吉山西楼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楼郡矿业 的执行董事 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 均更换为彭飞新能源人士 浦阳钢铁委派的刘立峰为监视 这两家主体公司 全资持有了浸流能源旗下的酒队矿警 下属矿警负责人也陆续变更 这般大刀阔斧的动作中 也隐含着矛盾的前兆 浦阳钢铁派驻的董事李安 华明 对记者称 2023年3月30日下午 他无意间发现 浸流能源有5亿元资金流出 相关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记录 3月24日至30日 浸流能源向连胜能头的子公司 山西连胜星月煤业有限公司 下称星月煤业 打款无比 共计5亿元 当时星月煤业处于停缓件状态 李安判断 巨额资金流向星月煤业并不正常 对此 浸流能源董事长郭安元 总经理刘立峰表示并不知情 李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他曾向财务人员询问 得知该笔款项 由彭飞新能源派驻的财务总监安排 因属公司内部单位之间转款 并无批调 尽管有嫌隙 双方的合作和履约程序仍在进行 2023年1月 浸流能源产能逐步释放至每日2.5万吨 经营步入平稳 2023年4月28日 彭飞新能源如约将剩余股权转让款 27.65亿元支付给浦洋钢铁 随即发函要求进行高管变更 在李扬的叙述中 5月5日前后 李扬 郑鹏曾与高文采会面商谈移交手续 高文采贷官员提出 浦洋钢铁方面因上持有21%的股份 希望暂时保留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和总经理及三个董事席位 被郑鹏否决 浦洋方面还提出能否分红 郑鹏表示 请第三方审计后再考虑分红 一点苗头都没有 李扬称 没有预料到浦洋钢铁会突然解约 5月8日上午7点半 自股权转让后 鲜少出现在柳林的郭文元 突然现身禁柳能源早调会 宣读撤销对彭飞方面派驻的 梁东元代行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职权的授权 并任命一人为禁柳能源董事长特别助理 授权其在董事长外出期间 代行董事长职责 随后双方互置罕见 同时在舆论层面公开喊话争夺控制权 浦洋钢铁向彭飞锡能源发函 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代持协议书 称彭飞锡能源在经营管理禁柳能源期间 为严格履行协议约定 解除协议是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并坚称自己仍是禁柳能源的实际控制人 彭飞锡能源无权干预禁柳能源的经营管理 相关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 5月10日浦洋钢铁将股权转让款全部退还 之后又发布通知免去彭飞锡能源 派出三人的禁柳能源副总职务 彭飞锡能源则宣称 以通过收购浦洋钢铺60%股权的方式 拥有浦洋钢铺79%的表决权 进而成为禁柳能源实控人 享有对禁柳能源的人员任免 经营管理等职权 并指责浦洋钢铁派驻人员 刻意阻挠了工作流程正常开展 彭飞锡能源估计重施 向法院申请冻结了浦洋钢铁持有的 浦洋陆宝公司30%股权 后将股权转让款公正提存 直至数月后进入诉讼流程 司法文件才补上了缺失的拼图 早在4月30日 陆宝交化及其畅公司 便知晓了浦洋钢铁转让股权事宜 曾紧急召开浦洋陆宝股东会 主张优先购买权 两套公章之争 浦洋钢铁与彭飞锡能源的对峙 很快演变为两套公章之争 造成了浦洋能源长达数月的停产 浦洋钢铁退回股权转让款后的 5月11日和19日山西晚报 分别在第7版和第6版 刊登印章仪式作废声明 涉及浦洋能源私家全自私公司 以及旗下控警公司的公章 财务章 法人章 合同章 共59枚 李安表示 5月底财务例行检查时发现 星月媒业的公司印章 已通过登报声明变更 并用新印章更新了银行预留印件 但原始印章 所在禁柳能源13层的保险柜中 由浦洋钢铁和彭飞锡能源 分别持密码和钥匙共同保管 李安遂向柳林县公安局报案 称彭飞锡能源此举 涉嫌伪造印章罪 柳林公安认为不构成犯罪 做出不予立案通知 后进柳林 屡良两级公安复合为耻 李安又向柳林县检察院提请立案监督 彭飞锡能源则有另一套说辞 称因股东纠纷 而无法使用原印章签合同 导致安全生产所需配件装备不到位 在登报声明后 取得各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授权 经过公安备案 重新克制印章 李安承认原印章并未遗失 法律没有规定 因股东纠纷涉及安全生产 却不能用章 应该怎么办 不正常的合同肯定不能改章 李安认为 彭飞锡能源克制印章 是为做空禁柳能源 涉及煤炭建设景象工程 地面工程 激烈安装工程等 造价约12.47亿元 其中 新月煤业应支付新树林手笔 预付款4.08亿元 这笔预付款 获来自前文所述 禁柳能源转出的5亿元 记者获得的 新月煤业银行转账名细显示 3月24日至30日 禁柳能源转至新月煤业的 5亿元到账后 新月煤业资金余额为5亿元 5月31日 新月煤业向新树林公司 转账4亿元 另据新树林银行交易名气 同日 新树林收到这笔转款 备注为工程款 此前公司账户余额 仅为20万余元 收款当日 新树林向彭飞集团 转账往来款2.1亿余元 向校议市盛氏复原 甲纯制造有限公司 下称盛氏复原 转账1.3亿余元 公司资料显示 新树林占股70%的大股东 为法定代表人 兼执行董事田正国 其还在彭飞集团旗下的 彭飞沁元春 天津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任执行董事 经理 田正国担任 法定代表人的另一家 校议市新树林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为彭飞集团总部8层 旅良市政府网站 一则项目情况报告 则显示 盛氏复原是彭飞集团子公司 接受记者采访时 李扬承认 新树林和盛氏复原 军系彭飞集团旗下公司 他称 新月梅业矿景长期搁置 负责矿山建设的 新树林进驻后 承担外围协调 矿景建设 坑下地面工程 现有实际工程 可供审计 其施工资金 由彭飞集团 及旗下公司垫付 新树林回转账款 以偿还欠款 李扬向记者提供了 会计整理摘抄的 转账明信 对立态势 使销售合同无法盖章 晋柳能源逐步陷入 库存顶仓而停产 这个约占 柳林县六分之一产能的公司 所遇到的困境 引起了吕良市 和柳林县两级政府的关键 2023年6月21日 柳林县召开 推进晋柳能源 复工复产协调会议 县领导通报了 是领导批示 强调推动复工复产 迫在眉睫 并决定向晋柳能源 派驻工作组 综合会议录音及新闻稿 县委书记杨岳祥指出 纠纷 停产影响的不仅仅是 矛盾双方自身利益 还影响了包括 当地政府在内的更广泛利益 县长燕明星在会上提出要求 晋柳能源的运营管理 要恢复到5月8日 双方为发生纠纷前的状态 加快原煤 洗精煤等产品的对外销售 生产经营销售 必须在柳林开展 政府工作组对企业生产 销售 采购等关键环节 进行全方位监管 然而两套公章之争仍在持续 一份2023年7月31日 晋柳能源用印审批单显示 一座矿井瓦斯等级鉴定报告 需签字盖章 刘立峰签署同意使用旧公章 梁冬渊则在董事长批示一栏中 签字案最新公安备案用章 刘立峰说 他曾多次以浦阳路保公司名义 向县委县政府发函反应 不能一套班子使用两套公章 8月14日 柳林县委县政府派驻的工作组 举行专题会议 议定克制第二套公章后 所签订的合同 药商刘立峰总经理审核报批处理 此后签订的合同 原则上维持使用第一套公章为妥 近一个月后 彭飞方面移交了60枚公章 除此前登报一世的59枚 还有一枚 山西彭飞晋柳能源销售有限公司的 发票专用章 李扬解释说 两套公章都是合理合法的 因生产安全主体责任 落在彭飞方面 彭飞随妥协同意移交印章 山西彭飞晋柳能源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3年5月25日 由晋柳能源旗下两个主体公司 连胜能头和楼俊矿业持股 梁冬渊任法定代表人 浦阳钢铁认为 该公司或将取代 晋柳能源原有的销售系统 达到做空晋柳能源的目的 彭飞方面则表示 旗下每个合资公司 都会设置一家 以彭飞字样打头的销售公司 分歧至深 使得晋柳能源 难以回归政府希望的 5月8日前状态 2023年12月上旬 记者探访晋柳能源时 仍能感受到 浦阳钢铁和彭飞系能源 双方派驻员工的互相提防 早调会时 双方在晋柳能源的 19层和17层分头开会 双方共同保管的印章保险柜前 各派保安24小时助手 停产三个月后 虽逐步复工 各况矿长为求稳妥 顶峰时期产能的三分之一 司法混战 彭飞系能源通过两次入股和代持 最终持有浦阳路宝60%的股权 并进而实控晋柳能源 显然并非路宝交化 和浦阳钢铁希望看到的 韩长安透露 2023年4月时 公安员曾电话联系他 称彭飞系能源管理晋柳能源期间 有诸多乱象 希望拿回管理权 4月30日 即彭飞系能源向浦阳钢铁 支付股权转让余款后两日 路宝交化及其畅公司 知晓了浦阳钢铁 亦将浦阳路宝30%股权 转让给彭飞系能源的事宜 一日便在浦阳钢铁的会议室 紧急召开了浦阳路宝的股东会 会议决议称 这一股权转让 为事先征求其他股东意见 损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 路宝交化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 浦阳钢铁应与路宝交化 定立股权转让协议 会议由郭安员主持 韩长安及韩长明参加 7月4日 郭安员与韩家兄弟在聚首 事关此前路宝交化 转让给彭飞系能源的30%股权 浦阳路宝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 鉴于彭飞系能源派源经营期间 实施了诸多严重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行为 全体股东不同意此次转让 由其他两位股东购买该笔 被彭飞系能源申请冻结的股权 其中浦阳钢铁购买28.8% 其畅公司购买1.2% 同日三方签订股转协议 转让价款与站投协议一致 这也是三次股权转让中 唯一一次召开过股东会的 该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由于转让股权被法院采取保全措施 路宝交化先交付股权 并载入浦阳路宝的股东名册 待法院解除股权保全措施后 七个工作日内 浦阳钢铁及其畅公司 再一次性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 为避免出现此前路宝交化账户 被冻结的情况 若路宝交化无正当理由 拒绝接收股权转让款 或银行账户无法接收时 受让方可通过公正提存的方式支付 股权腾挪的同时 三方还陷入司法混战 彭飞锡能源先后对路宝交化 和浦阳钢铁提起诉讼 兼称已按约定付款 履行了合同 要求变更股权登记 路宝交化和浦阳钢铁 则认为彭飞锡能源损害了股东利益 请求判令原站投协议和股转协议无效或解除 2023年6月 彭飞锡能源诉浦阳钢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于彭飞集团注册地效益法院立案 请求判令浦阳钢铁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行为无效 干后移送太原市终极法院立案 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9月初 彭飞锡能源对陆宝交化提起的合同纠纷诉讼 在吕良市中级法院开庭 浦阳路宝 其上公司和浦阳钢铁列为第三人 彭飞锡能源主张 以根据合同支付转让股权款 请求变更股权登记 审理围绕战投协议是否生效 第三人的优先购买权 以及彭飞锡能源是否损害其他股东利益展开 庭审中 彭飞锡能源主张 按设协议是以股权转让为方法实现投资目的 并宣称自第二笔转让款10亿元公正提存后 已成为浦阳路宝股东 符合股权变更登记条件 其作为股东的身份 已得到浦阳路宝的认可 包括委派三名彭飞锡能源人士 为禁有能源董事 以及增购时 浦阳路宝请彭飞锡能源替路宝交化垫付款项 路宝交化便称 战投协议 细路宝交化引入投资性质的协议 垫付增购款是债权人义务 股权转让并未经过股东会表决 且原告在签订时 明知上未经其他股东同意 三名董事是以路宝交化名义 推荐到禁有能源 公正提存的款项 设置了取款条件 无法提取 浦阳路宝也否认 彭飞锡能源的股东身份 称三名彭飞锡能源人士 均是以路宝交化名义派驻的董事 增购时仅根据按设协议 催促彭飞锡能源履行义务 不产生认可原告为 浦阳路宝股东的意思表示 法院精神里认为 公正提存的市议员 符合公正提存规则中的 以清偿为目的 应认定履行了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 加之增购和委派三名董事的行为 可综合认定 彭飞锡能源 以依据按设协议约定支付转让款 履行了按设协议的合同义务 对于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彭飞锡能源主张 临时会议纪要中被引入 第三方参股的表述 是全体股东明示放弃优先购买权 协议签订时 陆宝交化的签字人韩长明 也是齐畅公司实控人 应视为齐畅公司对股权转让情况 明知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浦阳钢铁则通过京城合作函 情况说明明确放弃了优先购买权 陆宝交化反驳称 齐畅公司未参加此次会议 且此次会议属于临时磋商性会议 临时会议纪要 不具有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效力 且没有明确股转方式和受让方 不存在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条件 浦阳钢铁和齐畅公司 均为书面同意转让暗设股权 第三人浦阳钢铁解释 京城合作函未出示原件 情况说明是基于陆宝交化 对彭飞新能源的资金需求 由彭飞新能源撰写后 让浦阳钢铁盖章的 齐畅公司表示 韩长明签字仅代表陆宝交化 暗设股权被冻结后 陆宝交化才告知股转价款和比例 随后齐畅公司便主张 优先购买权 法院认为 临时会议纪要所列参会人员 虽未签名 但无证据证明未参与讨论 增购时浦阳路宝 请彭飞新能源垫付的行为 应认定浦阳路宝认可按设协议 故临时股东会决议应视为有效 浦阳钢铁已通过韩建 明确放弃优先购买权 韩长明对股转详情熟知 齐畅公司虽主张优先购买权 但未明确购买期限 支付方式可视为 同意暗设股权的转让 审理期间 路宝交化 浦阳路宝 齐畅公司和浦阳钢铁 共同提交了 彭飞新能源客制公章 资金转出等相关证据 认为彭飞新能源的行为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对暗设协议构成违约 由于速征股权 已于2023年7月 转让给浦阳钢铁 及其畅公司 彭飞新能源的 变更股权肃宿请 已在客观上履行不能 彭飞新能源便称 客制印章 是因浦阳钢铁 强行控制印章 暗设股权 已采取司法保全措施 浦阳路宝股东 会未通知彭飞新能源 且各方并未实际付款 7月的股转协议 是为了恶意剥夺 彭飞新能源股权 签订的一份假协议 法院认为 这些对彭飞新能源 构成违约的抗辩 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 对于彭飞新能源 肃请的股权变更登记 陆宝交化认为 该肃请是对浦阳路宝的 独立请求 属于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 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 第三人浦阳路宝表示 尚未收到暗设股权 转让的相关股东会 决议等文件 无法履行变更登记义务 法院认为 本案属于合同纠纷 浦阳路宝 是彭飞新能源名下 这份判决意味着 尽管彭飞新能源胜诉 由于变更登记 诉请需定案解决 仍无法实际登记股权 一审后 双方均上诉 彭飞新能源 请求改判浦阳路宝 配合变更股权登记 而非定案解决 路宝交化则提出 暗设协议 在法律性质上 属于预约合同 不能代替股权转让协议 民法典第495条规定 当事人约定 在将来一定期限内 订立合同的认购书 订购书 预定书等 构成预约合同 至此 路宝交化认为 暗设协议 对股权转让人 受让人均为最终明确 是对需履行的 股东会决议等 程序的预先协商 其合同义务仅是协调 组织 未来促成股权行为 一审法院在合同双方 未达成股权转让 本约合同的情况下 不能强制要求 履行股权转让 和变更登记的本约 路宝交化还主张 该协议属于 无效预约合同 强调 占投协议所列的代持 和一致行动条款 加之三名 彭飞新能源人员 被以路宝交化名义 为派制禁流能源 是以桌底协议约定的形式 实质上改变了 公司的控股结构 表决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 属于串通改变公司 实际控制权 损害第三方股东权益的 无效约定 截至发稿 二审时间尚未确定 应诉之余 路宝交化对浦阳钢铁 先撤回2023年1月的 解除联营合作协议起诉 又肃请优先购买权 这一撤一诉之间 矛头已转向 彭飞新能源 此前联营合同纠纷一案 5月14日 柳林法院裁定 双方设立的浦阳路宝公司 注册资本为10亿元 且浦阳路宝 投入禁流能源资金 约打100亿元 县级法院无管辖权 不回诉请 考虑到此时 浦阳钢铁与路宝交化 已再度合作 路宝交化就此案上诉后 又撤案 2023年8月 路宝交化再度起诉 浦阳钢铁 以彭飞新能源为第三人 主张在浦阳钢铁 与彭飞新能源 股转中的优先购买权 2024年第一个工作日 该案在河北省邯郸市 终极法院开庭 彭飞新能源声称 在受让暗设股权前 已通过受让路宝交化 转让股权取得股东身份 因而此番受让 属于股东间内部转让 路宝交化 不想有优先购买权 也无需征询路宝交化意见 路宝交化的代理律师 延续了此前 关联案中的代理意见 认为按设股转协议 是通过股权代持等桌底协议 恶意串通 四次签订的无效协议 在此次转让前 浦阳路宝公司的股东名册 并未登记彭飞新能源 因战头协议属预约合同 彭飞新能源并不因签约 付款而当然享有 浦阳路宝股东地位 本案或将择期宣判 事关禁柳能源控制权的 三起法律纠纷 短时间内恐难中矩 多名受访者透露 2024年一时 柳林县政府将应急局 能源局税务局等部门人员 吸收进禁柳能源工作组 袭计以制度管理 调和股东间的争端 围绕山西罕见的优质煤炭资源 三首富争夺战 再有新进展 三方曾提起多项诉讼 近期 山西路宝集团交化有限公司 下称路宝交化 速河北浦阳钢铁有限公司 下称浦阳钢铁 主张优先购买权一案 在邯郸中院一审落锤 山西原煤炭大亨行立宾的遗产 及山西禁柳能源有限公司 下称禁柳能源的九座煤矿 因其稀缺 质优引来三名首富斗法 能够实控近流能源的煤矿资产 对任何一家民营企业 都将是以此飞跃 为布局上游煤矿资源 以煤交化工为主导产业 又长治首富之称的 山西路宝集团董事长韩长安 联合集起煤 交化 电钢与一体的邯郸首富 浦阳钢铁董事长 关元摘下近流能源 引进战略投资人标的 之后又引入悄然崛起的 山西首富山西鹏飞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鹏飞集团总裁正鹏 然而短短一年多时间 三方从强强联手并带持股权 到新生嫌弃 在对部公堂上演了 以公司治理和诉讼为名的 明争暗斗 争夺战的核心是两次股权转让 陆宝交化与浦阳钢铁 先以联合体山西浦阳路宝 交媒有限公司 下称浦阳路宝摘下近流能源标的 后2022年7月22日 陆宝交化与鹏飞集团旗下的 效益是鹏飞新能源有限公司 下称鹏飞新能源 签订战略投资合作协议 下称赞投协议 鹏飞新能源受让陆宝交化 持有的浦阳路宝公司 30%股权 鹏飞交化也可协调 其他股东同意后 共同出让30%股权 合同中还明确了股权代持 及一致行动条款 之后双方很快因此次 股权转让产生纠纷 后诉征至屡良中院 一审判决要求鹏飞交化 继续履行战投协议 在判决生效10日内 将登记在其名下的 暗设股权变更至鹏飞新能源名下 这份判决意味着 尽管鹏飞新能源胜诉 由于变更登记诉请 需定案解决 仍无法实际登记股权 目前双方以上诉至山西高院 二审以开庭审理 将择其宣判 另一笔股权转让则是 2023年1月7日 浦阳钢铁与鹏飞新能源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书 股权代持协议书 将浦阳钢铁持有的浦阳路宝 30%股权转让与鹏飞新能源 至2023年5月 浦阳钢铁与鹏飞交化 召开了浦阳路宝的股东会 会议决议称 这一股权转让 为事先征求其他股东意见 损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 路宝交化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 随后 这笔股权转让 也被浦阳钢铁方面叫停 同年8月 路宝交化起诉浦阳钢铁 主张在这笔股权转让中的 优先购买权 实则建制本案第三人 鹏飞新能源 不同于第一笔股权之争 在吕良中院审理 第二笔诉讼 则由河北邯郸中院管辖 双方围绕股权转让合同效力 路宝交化与浦阳钢铁 是否有恶意传通 优先购买权是否成立等展开 路宝交化主张 按设协议应属无效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书 股权代持协议书的签订 事先并未按照规定 召开股东会审议 直至签订的三个月后 路宝交化等方才知晓此事 在正常合法的状态下 股权转让协议 是不需要桌底下的 股权代持协议 双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 并且做出了 关于提名公司高管的桌底约定 严重损害了公司 和其他股东的权益 该代持行为和提名约定 属于双方串通 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 符合我国民法典 关于该类合同无效的特征 浦阳钢铁答辩称 浦阳钢铁及彭飞锡能源 虽为通知公司 和其他股东知情 并征求意见 也未召开股东会进行决议 但该行为不能被理解为 答辩人与第三人 恶意串通侵犯原告 优先购买权行为 彭飞锡能源表示 按设股转协议 是合法公允的股权交易 没有也无需串通 更为损害 陆宝交化任何合法权益 应认定合法有效 陆宝交化 仍有董事在 禁流能源管理层履职 对暗设股权转让是知情的 俗称的所谓恶意串通 是其主观一段 完全没有证据和事实支持 九民纪要指出 既要注意保护 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也要注意保护股 东以外的股权 受让人的合法权益 正确认定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与股东以外的股权 受让人定立的股权 转让合同的效力 民法典总则 中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 主要表述为 当事人缺乏民事行为能力 意思表示虚假 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 或工序良俗 当事人恶意串通 损害第三人利益等 据此 邯郸中院并未采纳路保交化 提出暗设合同无效的主张 法院认为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目的 在于通过保障其他股东 优先获得拟转让股份 而维护公司内部信赖关系 法律所要否定的是 非股东的第三人 优先于公司其他股东 取得公司股份的行为 而不是转让股东 与第三人之间 成立转让协议的行为 因此 股权转让合同 并不当然因损害 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而导致合同无效 按设协议所载的股权对价合理 彭飞系能源公正提存的款项金额 也不低于协议约定价格 在此情况下 无法证实浦阳钢铁 和彭飞系能源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书 股权代持协议书系恶意串通 彭飞系能源也提出恶意串通 但认为发生在原被告之间 本案系陆宝交话 与浦阳钢铁恶意串通 需购所谓的2023年5月的 股东会决议等提起的诉讼 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 本案员 被告 将原本转让于彭飞系能源的股权 互相倒买倒卖两次 两次买卖中 浦阳钢铁与陆宝交话 没有任何资金流动 彭飞系能源却为此支付对价 70多亿元 明显不符合常理 邯郸中院驳斥了这一主张 认为三方当事人 为了各自利益 在不同时空 实施不同伤势行为 相互之间形成多起诉讼 该院实难以本案中 当事人的诉讼立场 应诉意见及举证制证等情况 认定员 被告之间 还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 故该院对该项理由无法采信 在该案中 陆宝交话的优先购买权 与彭飞系能源的股东身份 紧密相关 彭飞系能源通过举证表明 自身以依据赞投协议 完成投资行为 且以实质形式股东 所拥有的经营管理职权 以取得浦阳陆宝公司股东身份 陆宝交话对该事实是明知的 因而暗设股权转让 是股东间内部股权转让事宜 陆宝交话对诉认股权 不想有优先购买权 无需征询陆宝交话意见 对此陆宝交话称 不论是基于股权的转让协议 还是股权的代持协议 以及关于上述协议的任何履行情况 彭飞系能源在法律上 只获得了一种基于合同的债权请求权 而不是具有物权属性的股权所有权 要取得其所期望的股权 尚需经过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一系列的钳制程序安排 并且在其他股东民事 或默认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实现其债权的请求权 此外 股权的认定取决于股东名册上的登记 不存在基于协议 就已经成为股东的法律规定 在彭飞系能源股东身份的问题上 浦阳钢铁表现出不认可 称由于吕良中院一案 仍在上诉过程中 未发生法律效力 彭飞系能源为实际取得 浦阳路宝公司的股东身份地位 因而也不存在自身与彭飞系能源 恶意串通侵犯路宝交化 优先购买权的问题 但在路宝交化主张 暗设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上 浦阳钢铁则称 股转协议的签订 并不发生股权转让 浦阳钢铁未向第三人交付股权 股权转让合同也未实际履行 不存在侵犯原告优先购买权问题 并且浦阳钢铁在合同 没有实际履行的情况下 按照规定将合同内容通知了原告 明确告知原告 或者名称 以记载于股东名册为由 主张其已经取得股权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至此 邯郸中院认为 彭菲系能源在与浦阳钢铁 签订暗设协议时 浦阳路宝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 或股东名册信息 尚未登记彭菲系能源为股东 并且彭菲系能源 与浦阳路宝的 战头协议的履行发生纠纷 说明二者之间的交易行为 并未完成 不能当然要求路宝交化在内的 其他股东认同彭菲系能源 已经取得股东资格 因而 法院对浦阳路宝 主张优先购买权予以支持 并表示 无法以第三人为购买股权 支出巨额资金 做出巨大努力 参与禁流能源管理等 否定公司股东 对公司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彭菲系能源还提出 因与路宝交化诉征的 30%股权案 仍在山西高院二审过程中 当前审理应终止 待前述案件判决生效后 再行开庭审理 对此 邯郸中院认为 前述系基于股权转让合同 提出的债权请求诉讼 而本案系股东 对公司股权主张 优先购买权的诉讼 因而 本案无法终止诉讼 2024年3月13日 此案经邯郸中院审委会研究 判决路宝交化 对案设股权 享有优先购买权 并应在判决生效后的 30日内 行使优先购买权 否则视为放弃 行使的内容 条件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相同 若这份判决生效并执行 将改变鹏菲西能源 自称为 持有浦阳路宝 60%股权 隐名股东的局面 而此案判决 也将影响日后 鹏菲西能源诉 浦阳钢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一审宣判后 鹏菲西能源方向 河北高院提出上诉 请求撤销一审对路宝交化 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认定 并改判 驳回路宝交化的 一审诉讼请求 上诉状再次重申 一审期间的观点 称在浦阳钢铁 向鹏菲西能源 转让暗设股权前 鹏菲西能源 已取得浦阳路宝公司的 股东身份 暗设股权转让 是一系股东间内部股权转让 无需通知路宝交化 亦无需征得其事先同意 路宝交化 与浦阳钢铁 存在恶意串通行为 且无法排除 双方在与本案相关的 系列诉讼中存在 虚假诉讼的合理怀疑